您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心台电的消息 为了配合台北市政府主办2016世界设计之都 已经有34年屋龄的台电大楼积极改头换面 在一楼大厅展出多项艺术作品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导电游墨 经由身体作为介质所产生的互动杂讯 透过指尖与导电游墨的接触 创造出视觉、触觉与听觉结合的想象 这些形式的话是来自于我们的对话 在对话的时候 就是有看不见的小屋在我们的身边 那如果我们一直讲话就会形成一座生理 那我目的是想要把它就是 这些看不见的东西用一个方式 用一个想象的方式让它呈现出来 就像说生理看不见 那如何让它被感受到、被看到 这个作品有同点 那电流很小 但实际上电流通过身体 通过作品的时候 会有一些诈讯 那我们再通过机器 把那些诈讯放大 就会形成一座生理 那通过我们身体的接触 身体的接触 去改变那个频率 那真的有电流在身体里面流动 那观众来到了这里 就是有点像在跟艺术家对话 跟艺术对话 那在这个空间里面 又摸着这个墙 这个墙又是属于这个建筑 建筑的一部分 它又是跟空间对话 那如果说有很多观众的话 那他们就各自连接 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它又可以跟观众 跟大家一起互动 多沟通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